我们能追溯的过去,虽然漫长,却是有始有终的 宇宙大爆炸标志着一切的开断 但它是否会以怎样的方式终结人事科学界未解之谜 而未来,尽管我们无法确切预知 但根据目前的宇宙学理论,它也必然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此刻呢? 它究竟有多长? 此刻似乎既不是无限的,也不是一个确定的有限的时间段 如果此刻无限长,那么一切都会静止不动 但我们身处的世界却在不断变化 如果此刻是有限的,那么下一个此刻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这种对时间的思考曾困扰着无数哲学家和科学家 或许此刻的本质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它可能只是一个我们用来描述经验的工具 而非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 你可能吗?这个问题太抽象,我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 如果我们能准确地捕捉到现在仗位于过去的那一瞬间 那将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如果能将那一纳秒放大无数倍 直到我们能看到时间流逝的边界点 那将是怎样的景象? 我们是否能看到时间本身的预知? 就像我们现在所感知的,现在是如何产生的? 然而这样的假设似乎唱出了我们目前的认知范畴 我们能感知到的时间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而非一个个独立的瞬间 想要将时间分割成如此细小的单位并观察去变化 或许是人类永远无法实践的梦想 或许现在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它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 它在不断流逝,却又似乎永恒存在 如果你曾沉迷于思考那些看似无解的问题 比如时间为什么流逝,宇宙为什么存在 那你一定不会感到孤单 这些问题构成了哲学的一个分支 行了上学,它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对现实本质的探索 行了上学常常被误解为是科学无法回答的问题 其实科学和哲学是相辅相成的 科学关注的是世界的具体运作方式 而哲学则探寻更深层次的 为什么?它们就像硬币的两面 共同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或许你曾像费德里克一样 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对这些深奥的问题感到困惑 甚至想过放弃思考 但哲学的魅力就在于 它能让我们不断地追问,探索 从而对生命和宇宙有更深刻的理解 行而上学中的经典问题还有很多 比如意识是什么?自由意志是否存在? 这些问题不仅是哲学家感兴趣的 也是科学家、艺术家 甚至每个人都会思考的问题 所以下次当你抬头仰望星空 或者在宁静的夜晚独处时 不妨问问自己时间去哪了? 为什么会有宇宙? 你可能会说这些行而上学的问题 有什么实际用处? 它们不就是一些不着边际的空想吗? 的确它们并不能直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比如找厕所或者给汽车加油 你甚至可能会戏谑地认为 行而上学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哲学家们只是在玩文字游戏 但是行而上学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它让我们跳出日常生活的琐碎 去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宇宙的起源是什么? 意识从何而来? 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这些问题虽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但却能激发我们的好奇心 拓展我们的思维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只关注眼前的利益 只追求物质上的满足 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多么乏味 行而上学就像一盏明灯 照亮了我们心灵的深处 让我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当然行而上学与现实生活并不是完全割裂的 许多科学理论 比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都涉及到行而上学的问题 而且行而上学也能帮助我们 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 建立更和谐的人际关系 所以行而上学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胡说八道 而是一门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学问 你乔想建一座桥 这首先是个工程问题 需要考虑材料结构计算等等 但要让这座桥稳固的立在那不倒塌 这就牵扯到物理学了 物理学告诉我们物质的性质力的作用等等 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更进一步说我们的相信 这些规律是普遍存在的 不会说变就变 比如我们相信组成桥梁的材料不会凭空消失 重力也不会突然失效 这种对世界的基本假设 其实就是行而上学在探讨的问题 说到这里不妨来杯提神的安格利亚气酒 这酒喝起来有点辣 就像人生身体很苦辣都有 你一边品尝 一边回忆起父亲那些严厉的话语 也许当时你很难过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话 可能早就被你淡忘了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这杯酒是由各种各样的分子组成的 这些分子又有原子构成 原子又更小的粒子构成 一直到夸克电子这些基本粒子 那么是什么力量把这些粒子凝聚在一起 形成一个液体的整体呢 为什么电子不会一头扎进原子核 是什么力量让宇宙中的万物井然有序 我们相信明天太阳还会升起 这是一种基于过往经验的归纳推理 但这种推理真的可靠吗 毕竟过去的事情发生过 并不意味着未来一定会发生 这就是著名的归闹问题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却困扰了哲学家和科学家数个世纪 我们如何能确定未来的规律 会和过去一样 为什么宇宙会遵循如此稳定的规律 不仅如此 我们日常做的每一个决定 都建立在对过去经验的总结 和对未来的预测之上 我们认为自己有自由意志 可以做出选择 但我们的思维方式 我们的价值观 都深深地受到过去的影响 我们就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继承了人类为名的智慧和偏见 那么我们真的有自由意志吗 我们的决定真的是出自我们的本心吗 还是说我们只是在重演着历史的剧本 它们让我们思考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究竟是真实的 还是只是我们大脑构建的一个模型 在21世纪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如果一切事物 从茂密的森林到复杂的大脑 都由基本粒子构成 那么我们的决定和自由意志 是否真的存在 宇宙就像一台精密复杂的机器 每一个原子 每一个分子 都在按照既定的规律运行 从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起 一切的发生 似乎都早已注定 我们的一生 我们的每一个选择 是否都只是这台机器中的一环 仔细想想 从我们出生那一刻起 我们的基因 成长环境所经历的一切 都塑造了我们现在的思想和行为 这些因素 就像是一条条看不见的线 将我们牢牢地束缚在既定的轨道上 那么自由意志在哪里呢 我们真的能够跳出这套既定的系统 做出完全自由的选择吗 还是说我们只是在幻想着自己拥有自由 这个古老的问题 哲学家和科学家们争论了数千年 有些人认为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 我们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 而另一些人则坚信 人类的意识赋予了我们独特的自由 或许自由意志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概念 也许我们既受到生物和环境的限制 又拥有做出选择的自由 这就像是一场复杂的博弈 我们既是棋子又是棋手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像旁观者一样 完全脱离我们所处的世界 不受任何影响的去观察和思考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再熟悉不过的事物 产生全新的疑问 比如苹果 我们能用各种形容词来描述苹果脆的 绿的 稀有的 但这些描述真的能告诉我们 苹果究竟是什么吗 这些形容词只是表象 它们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本质 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事物的本质 就像无线电波 在人类发明无线电之前 它们就已经存在于宇宙中了 我们只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 才拥有了感知它们的能力 这是否意味着 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事物 存在于这个世界 它们可能就在我们身边 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它们 我们曾经以为 世界就是我们眼睛所见的 直到我们发现了 X射线 加码射线等各种看不见的辐射才意识到 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只是冰山一角 就像我们无法用肉眼看到无线电波 但它们却无处不在 那么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们所感知到的苹果是真实的苹果吗 还是说苹果只是我们大脑 对一组感官信息的解释 哲学家们提出了一个观点 超然唯心主义 这个观点认为我们所感知的世界 只是一个表象 一个符号 在这些符号背后 存在着一个超越感官的真实世界 一个有永恒不变的本质构成的世界 这个观点听起来似乎有些抽象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苹果的苹果信 是一种超越感官的本质 而绿色翠等形容词 只是我们用来描述这种本质的标签 当然这个观点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有些人认为我们无法证明一个 超越感官的世界的存在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只有承认这种世界的存在 才能解释我们对世界的感知 我们有没有想过 那些看似普通的物品 比如牙刷、回形针袜子 是否隐藏着某种 我们无法感知的秘密 它们或许拥有超越我们感官的本质 一种只有它们自己才知道的秘密生活 再来看我们自己 从出生到现在 我们身体的细胞几乎全部更新换代了 那么是什么让我们感觉 自己还是同一个人 是什么让我们保留了童年的记忆 答案可能就在于我们的模式 就像电脑程序一样 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不断更新硬件 但运行的程序却保持不变 我们的DMA就像一份蓝图 指导着身体的生长和发育 而我们的记忆思维方式 情感则是一种更复杂的模式 不断地在我们的神经网络中复制和传递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 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不断地被复制更新 但本质上却保持不变 就像那句南瓜药水猫蛇 它听起来很荒谬 但只要你不断重复它 它就会在你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就像是一种精神上的病毒 不断地复制和传播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无数这样的模式组成的 这些模式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 而我们所认为的自我只不过是这些模式的总和 南瓜药水猫蛇这个词语 你很快就会忘记对吧 当它从你的记忆中消失时 你是否还是原来的那个 你的思维状态已经发生了改变 那么此时的你还是刚才的你吗 每当我们忘记一些事情或者学到新的知识 我们的思维模式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这就像是一台电脑不断地更新这程序 那么如果我们不断地更新 我们还是原来的那个我吗 再比如我们身体的细胞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一次 那么现在的你和几年前的你还是同一个人吗 或许我们可以把自我看作是一系列不断变化的模式的集合 这些模式由我们的基因经历记忆所构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模式不断更新 但我们却有一种错觉 认为自己一直是同一个人 就像南瓜药水猫蛇这个词 它虽然荒谬 但却在你的脑海中留下了痕迹 这就像是在一本书上写下了一句话 虽然这本书的内容不断变化 但这句话却一直存在 那么死亡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我只是一系列模式的集合 那么当这些模式消失时 我也就随之消失了 或许死亡并不是终点 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 我们的身体会消亡 但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情感 可能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 就像那句古老的谚语 人故有一死 但精神不死 它几乎无所不知 却对下周的彩票号码毫无兴趣 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 让我不禁思考知识与智慧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 它拥有海量的信息 却无法预测未来 它曾问我把药片还回去 这句话让我回想起 它对顺世疗法的嘲讽 尽管它已经离世 但它的言行举止 却深深地影响着我 我发现自己常常不自觉地 模仿它的语气 表达出同样的怀疑和疲惫 这让我开始思考 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是身体是思想 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它的身体已经不在了 但它的思想却似乎永存 那么究竟是身体的模式更真实 还是精神的模式更真实 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奶奶去世前 我曾教她使用平板电脑 她那双充满好奇的眼睛 让我看到了生命的美好 那一刻我意识到 生命不仅仅是物质的集合 更是精神的体现 无论是它还是我们每个人 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模式 这个模式由我们的基因经历 思想和情感共同构成 当我们死去 这个模式或许会消失 但它所产生的影响 却会永远留在世界上 我们就像池塘中的一圈圈连依 看似独立 视则相连 即使我们的身体消亡 思想和行为 却可能在其他个体身上延续 这让我们不禁思考人究竟是什么 哲学家们将物字体的概念引入 一直存在于现象背后的 无法直接感知的实在 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不过是宇宙中的一团原子 一种在实的物质组合 然而这种组合 却能产生意识情感 并赋予生命意义 我们渴望被理解 被爱 希望自己的存在 能留下痕迹 这种对意义的追求 或许是我们区别于 其他物质存在的根本 然而当我们深入思考存在本身时 却发现一切都是如此 虚无缥缈 每当清晨醒来 我们有时甚至会忘记自己的名字 这种短暂的迷失 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的存在是如此脆弱 如此意识 行而上学 就是试图揭示这些终极问题的学科 他探讨存在本质 知识真理 等这根本的问题 每天醒来 我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陌生感 我竟然又在地球上度过了一天 这种感觉就像一场荒诞的梦 我的身体似乎不受我的意识控制 而我却能通过意念来移动它们 如果日常的生活不是如此熟悉 或许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吧 我们发明了数字 还是发现了数字 这个问题一直营绕在我的心头 宇宙中的一切 是否都可以用数字来描述 那么一个包含所有集合的集合 是否应该包含它自己呢 我们拥有视觉 却无法用鼻子看世界 这让我不禁思考 其他人的感官体验 是否和我一样 它们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 常常会问自己生命是否有意义 应该如何度过有限的人生 为了谁而活 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 定格了试着庄严肃目的面容 它们是否曾为生命的短暂而感到焦虑 是否也曾担心自己所做的一切 终将化为乌有 我们建造自己的沙堡 无非是希望在短暂的生命中留下些许痕迹 礼仪问候电子邮件 这些看似寻常的举动 实则承载着我们对秩序连接的渴望 它们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 找到一丝归属感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深陷孤独之中 在西洋的地铁上 与无数擦肩而过的人们保持着梳理 常常会思考 我们为什么会存在于这个宇宙中 为什么偏偏是我们在此时此刻相遇 我们本可以是任何一种生物 生存在任何一个时代 但命运的齿轮却让我们带到了这里 时间的大门即将一一开启 我们即将踏上探索未来的真诚 也许此刻世界某个角落的一棵树 正在孕育着人类文明的下一个飞跃 又或许另一片土地上 正在酝酿着一场足以毁灭世界的灾难 从原子到星系万物都有其本质 而人类的本性却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我们渴望探索未知 创造文明 另一方面我们又充满了暴力和短视 这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昔得的 我们无法理解蚂蚁的视角 那么是否有更高维度的存在 同样无法理解我们 如果我们能超越自身的局限 或许就能窥见宇宙的终极奥秘 我们总是追问生命的意义 却往往忽略了当下 我们为未来忧虑 为过去叹息 却很少珍惜眼前 或许我们应该放慢脚步 感受生活的点滴美好 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随机性 却又被规律所束缚 周一你可能因为皮肤的敏感而险些摔倒 周二你可能挣扎着起床 生命的脆弱和顽强在每一刻都上演着 生命似乎是宇宙中的一股反伤的力量 在恒星走向衰亡星系即将碰撞的背景下 我们却在地球上创造出了如此丰富多彩的世界 我们书写 建造 思考 不断地赋予世界新的意义 那么最初的新奇事物从何而来 是什么驱使我们不断地探索和创造 为什么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 或许生命的本质就是变化 从单细胞生物到复杂的生命体 从原始社会到现代文明 变化一直是推动世界前进的动力 而我们作为这个变化的一部分 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为什么宇宙总是在变得更加混乱 这似乎违反直觉却又无处不在 我作为这个宇宙的一部分 既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又是浩瀚宇宙中的微臣 我拥有自己的名字 衣服 鞋子 疑惑却也与万物息息相关 行而上学告诉我们 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无论我们感到多么无聊 悲伤或迷茫 宇宙的奥秘史中在我们身边 这就像是一道裂缝 提醒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大的谜团之中 我常常会问一些 看似简单却无法回答的问题 狗会去天堂吗 现实是什么 时间又是什么 这就像是有些东西 感谢观看